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肥 在現今的社會當中 有很多不同的戀愛 剛才我在澳門欣賞了一套 澳門本土的製作電影 就叫Tamming 裏面就是提及一些 在不同的Tamming裏面 即使你們有多相襯 可能都因為Tamming不同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其實我呢 本身的初戀都不太順利 其實我初戀的對象 本身是一個大惡成十幾二十年的一個人 就是因為不同的Tamming最後的結果 如何不同的Tamming呢 我初戀時期當然是非常熱刺 對那段戀愛非常期盼 但是對象就是 那時候就是 可能比較一個 沒有那麼定性的人 始終不是太向往一段 要結婚、要拍拖的人 到最後就是 因為這個理由 大家去台南就沒有了 但是到現在 我反而是忌情工作 他反而是 到一定的年紀 就開始想找一段 穩定的戀愛 但是到最後 雖然去上穩穩的戀愛 但是到最後 我因為工作忙 而最後都不能再結合得成的 所以有時候戀愛 是非常講求 差明的